毕业那年 我一篇演讲登上微博热搜 获得破译播放量 那时同学说 房积运气真好 但其实为了参加演说家 我曾经主动报名了七次 却没有收到任何回应 我不甘心 写长篇自建信 后着脸录视频 终于等来面试机会 今年22岁呢 目前是大四的一名在校生 为了演讲十分钟 我十天内改了56篇稿子 然而就在播出前一天 我的演讲被拿掉了 纠结想不通的日子里 我出发去贴近自然 才终于学会跟自己和解 2018年 我几个月里拥有了100万粉丝 那时同学说 房积运气真好 但他们不知道 我最穷的时候 卡底只有几百块钱 不知道我一年 没和朋友聚过会 没有爱好 不敢消遣 不知道我熬夜到脱发 干枯打结 所以对每一根头发 都格外珍惜 还好现在我开始 用植物人养头皮 论发而不油腻 人生的选择题 选定了 那就坚持 如果有人告诉你 成功可以很容易 那你千万别相信 人生是有运气 但所谓运气 绝对不是坐等 天上掉馅饼的无为 而是你要先拥有 敲机会出门的胆识 当机会开门时 你也有接得出的本事